拳擊繃帶的綁法 所以快速以外 第二個要保護作用 才不會造成打擊面子骨的傷害 像教練身上很多受傷口 所以說呢 怎麼綁呢 比較安全 今天再教大家綁一次 如果看不懂的話 可以到拳擊天地來參加團科教練 好好幫你綁一下 第一個呢 先扣住 完了以後 力量不用太大 微微的拉上來一圈 完了以後到拇指下方 由下再往上繞一圈 拉到手刀的位置 小拇指這邊 開始墊鋪 這個繃帶呢 3米5 所以我們可以墊到5層到6層 看你的手掌的寬度 1 2 3 3 4 5 6 6 6層 完了以後 手滑 沒關係用下方抵住他的時候 再順勢往上繞一圈 好 順勢完 然後手刀位置 繞到拇指下方 就看到3個指縫了 從小指無名指指縫進去的時候 要握拳把力量繃住 在中指無名指指縫握拳繃住 在 十指跟中指的指縫進去握住以後 這樣子手被張開 所以說我們要把 從手刀外側位置 再從掌心之外中間繞出來 完了以後呢 再從大拇指繞一圈 所以剩下繞到晚不來 就固定住了 所以說將近打擊面 將近有12層鋪在上面 才不容易受傷 增加保護性 好 謝謝大家